回来关心国际最新消息 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官邸唐宁街10号 惊传在当地周四下午被车辆冲撞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一辆 银白色汽车从唐宁街对面 穿过政府大楼林立的主要道路白厅 朝唐宁街开过去 而在接近乍栏的时候一度短暂减速 随后撞上乍栏 一旁的民众惊慌逃窜 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一名 中年男性 幸好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首相苏纳克当时 其实正在唐宁街办公 冲撞事件发生不久之后 在警方的陪同之下离开了官邸 至于犯案动机 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